本节目由生鲜实彩科技出品 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视幕后同学会 我是冯伯翰,在这里用经济学带你解读全球娱乐产业 AI的发展正在用飞速前进,让人看得目不暇挤 上个礼拜我跟大家介绍了在美国最新的电视广告AI 这个礼拜就来跟大家聊聊另外一家我在关注的公司 叫做Eleven Labs,做的是声音的AI 这家公司非常年轻,2022年才成立 在2023年的1月募到第一笔资金200万美元 结果才不过一年的时间 他们在今年初的估值已经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 成为一家不折不扣的独角兽 Eleven Labs的两位创办人 原本分别是Google的机器学习工程师 和Palantir的策略分析师 这两个人都来自波兰 他们喜欢影视 觉得好莱坞的电影很好看 可是进到波兰去,那个配音怎么那么烂 会让人出戏 那他们就在想 我们能不能用AI做配音 然后保持原本演员的音色和声线呢 比方说,可以让捍卫战士里面的汤姆·克鲁斯 讲波兰文 或者以后我们在台湾看旺卡或沙丘 还可以听甜茶说中文 就带着这样的愿景 他们开始创业 那我自己做podcast 从小又是听广播剧长大 所以我看到Eleven Labs的消息 当然就非常兴奋 立刻就连到他们的网站 想探个究竟 结果一连上去 就听到一段广播剧 在广播剧里面有几个角色在对话 每个角色都有表演 带着强烈的情绪 而且声音表达能符合故事的情境 只不过呢 在这部广播剧的背后 没有一个人类配音员 所有的声音 都是由一个制作人操作电脑 输入剧本 让AI来生成 以前我们的既有印象 AI的声音是没有情感的 它只是机器 但Eleven Labs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 那天晚上我一整个睡不着 然后我看到更早以前 OpenAI用Sora生成的一系列影片 这些影片原本是安静无声的 但现在都做了配音 随着影像 看到海浪就有潮汐的声音 有文字 一个字母出现 就有打字的声音 然后在火星上的太空人 可以有一段独白 这些全部都是用Eleven Labs的AI来产生 输入文字指令 就可以配上音效 效果非常的逼真 当时我就忍不住在想 这样子的声音AI 会为产业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先了解 Eleven Labs 实际上提供了哪些具体功能 这些功能 每一项单独来看 都很单纯 可是加在一起 威力无穷 第一个功能 是Text to Speech 也就是你打一段文字 AI可以用人的声音 把它讲出来 但是是用谁的声音呢 Eleven Labs 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选择 他们把每一种声音 称为Voice 然后每一个Voice 是有名字的 这个声音叫Emily 那个声音叫Deborah 在每一个名字背后 有它的人设 这个声音是来自 美国南方的中年女性 另外一个声音是来自 英国枪的电视播报员 然后这个声音 可以有它不同的音色 可以粗犷 可以圆润 然后每一种声音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讲话 它可以小声讲话 Whisper 也可以大声浪读 这个情况就很像以前 我们要找主持人 或者是找配音员 因为我们会挑选 谁的声音比较适合 来担任这个角色 那现在我们在 Eleven Labs的网站上面 就可以挑选 不同的AI Voice 来做声音的单纲 那他们的第二个功能 叫做Speech to Speech 也就是你讲一段话 然后AI可以用别人的声音 模仿你讲话的方式 把这段话再重新说一遍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功能很熟悉啊 我们从小看的 名侦探柯南 不就是这样吗 柯南的领结 是一个变身器 然后他说话 但大家听到的是 毛利小五郎的声音 但现在 Eleven Labs的Speech to Speech 就可以让我们来玩 这样子的声音模式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功能 就是我一直讲话 然后带换成别人的声音 可是听起来 那个语气 明明就是我 但声音不是我 那种感觉非常奇妙 好像我就多了一个声音的 Avatar 我们再来看 Eleven Labs的第三种功能 叫AI Dubbing 它可以提供 二十几个语言的配音 也就是你上传一支影片 系统会侦测 里面有谁在讲话 然后帮它翻译成 你所指定的语言 只有语言不同 但是它完全可以保留 这个角色 原本的声音特质 说话方式和语调 有了这样的功能 是不是以后 我们所有的影视内容 广播节目 或者是简报资料 都可以轻松地做 多国语言的配音 再来 Eleven Labs提供的 第四种功能 叫做Text to Audio 也就是你输入文字指令 它就可以帮你产生音效 前面我们提到 Sora的影片做配音 就是用这样的功能 到目前为止 Eleven Labs 它们大概可以帮助你 做这四件事 不过我在Twitter上面看到 还有一种功能正在开发 只是技术上 还有一些门槛有在突破 叫做Visual to Audio 也就是AI可以看影片 就自动来做音效的配音 比方说影片里面 有一列火车经过 它就可以帮你加上 咔咔咔咔 列车的声音 或者是有一只猫在张嘴 它就自动帮你配上 喵 讲到这里 我们大家都了解 Eleven Labs能做些什么事 但我就想要先插提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以前制作戏剧的经验 几年前 我曾经担任过一部短片的 共同制作人 不过那部短片不太一样 我称之为AR互动剧场 AR就是扩增实镜 它的效果就是 你拿着手机 从手机的镜头看出去 原本空无一物的桌面上面 就会出现戏剧场景 是3D立体的 而且可以360度全视角观看 在这个场景里面 有演员在演戏 而你呢 就可以像摄影师操纵镜头一样 移动手机 随时自己变换 你观看的角度和距离 当初我们在制作 这个AR剧场的过程中 配音还花了不少时间 我们做了一件很好的录音室 然后原著的作者和导演 跟着演员一起进去 他们有一些沟通讨论 导演会指导 那么在录音室的外面 我跟我的助理 还有演员的经纪人 在那里等 相当的劳师动众 花了一个晚上 我们录完大约三分钟的对白 然后呢 录完之后我们发现 其中有一位演员 他的声音表达不够好 口条不利落 所以我们不得已 求好心切 又重新花钱 再去找另外一位专业的配音员 重录 当然整个流程就再来一次 足录音室 导演指导 然后录音 作品完成之后 我们得到的 第一个展出的机会 就是在 法兰克福书展 的台湾馆 那么你说 在德国 推出这样子的 戏剧性的作品 然后又是互动 然后拿着手机 边走边看 总不能够 让人家看字幕吧 所以我们就决定 要再推一个 英文发音的版本 那么 整个配音的过程 又再重新来过一次 在这样子的 创作过程中 一再的录音 就是一直的花钱 这是我们以前的情况 可是我在想 如果当年 我们就有Eleven Labs 就有AI 那最起码 英文配音的这一段 我就可以完全交给 AI来做转译的工作 或甚至 一开始的中文配音 我们就可以让AI来做 你知道这样可以 省下多少的钱 跟时间吗 而且在声音上 我们还可以有 更多的选择 而且是非常专业的 声音表达 那我后来有机会 在网络社群上面 跟一些人聊过 那些用Eleven Labs 来做广播剧的人 他们要投入 多少的资源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 一台电脑 加三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做出 一分钟的广播剧 所以现在 创作者 你不用再担心 你没有团队 没有资金 没有录音室 只要你有想象力 有故事 然后也知道 要怎么样指导AI 你就可以 独立制作出一出 有非常多角色的 广播剧 那是不是 刹那间 创作广播剧的门槛 就大幅降低了 有了AI 它就变成 人人都能做 不只是这样 那有声书呢 Podcast呢 各种各样声音内容的制作 或者只要有用到声音的地方 成本都大幅降低 我认为 这个就是声音AI 会为产业带来的第一个重大冲击 在过去 我们需要有资源 才能制作声音 但现在这些 统统都不是必要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想象 接下来应该会有大量的新人 涌到这个领域里面来 发挥他们的创意 可能有的人 他以前想做Podcast 可是他觉得他声音不好听 或者是他讲话不够清楚 但没有关系 现在AI 有text to speech 或speech to speech 重点 在于你是不是有想法 是不是有好的内容要跟别人分享 而声音表达的这个技术面 AI可以来代劳 再来 我认为声音AI所带来的第二个冲击 是跟它的翻译配音功能有关 现在任何语言的声音内容 都可以无缝接轨 转译成其他语言 那你说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像我自己一直很少看韩剧 为什么 因为我的工作 平常都是盯着电脑荧幕 所以在我休息看电视的时候 真的很不想再继续盯着荧幕 看上面的中文字幕 那现在有了AI 是不是我们看鬼怪 就可以听孔刘说中文 而且是原汁原味 保留了孔刘本人的音色 和声线 如果是这样 我可能就会开始看了 我们可以想象 AI让原本就有市场的作品 可以轻松突破语言的障碍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 这样的AI 就是一种可以促进规模放大的技术革新 那么知名的作品 爆款的作品 它们可以传播得更广 影响力变得更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台湾的影视作品 势必要面对更强力的国际竞争 更大的挑战 讲到这里 我不免会担心 会不会以后国外的podcast节目 大家在台湾也能用中文听 然后我就失业了 当然我们可以非常正面积极的思考 怎么样运用AI 把自己的中文内容 转移成其他语言 再推到海外 其实补充一下 不一定要是影视音的内容 很多各行各业 你可能要做海外市场 然后你有你的简报资料 公司的简介影片 现在我们出国参加商展 都可以透过AI 来提供不同语言发音的版本 而且这样的转译一点都不贵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有人可能会问 那配音员呢 AI对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我觉得 所有最顶尖的配音演员 和主持人 AI是取代不了的 可是呢 对于大多数 那些普普通通的配音员来说 可能是一场灾难 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现在所有的人要做声音内容 都不再需要去聘人类 来帮忙做配音了 但这也表示 这个声音产制 可以变得更民主 更自由 更加没有门槛 什么人都可以来这里竞争 然后发挥你自己的创意 所以呢 我的结论是 AI的确会取代掉 一部分人的工作 但是当他关上一扇门 同时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在窗外的天空非常的辽阔 所以我们要思考 要不然我们成为每个领域最顶尖的佼佼者 让AI无法取代你 或者我们就是来认识AI 让AI成为你的翅膀 带我们在广阔的天空下翱翔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希望你喜欢 请大家追踪 分享 并且给我五颗星 我是冯伯翰 影视幕后同学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